當時我們都非常感謝 民間團體 包括慈濟 包括鴻海的郭董 包括台積電 能夠捐贈1500萬劑的疫苗 讓台灣民眾 能夠即刻地度過疫情這個難關 也解救 也確保台灣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 但是現在 當民間團體慈濟出來 只是還原當時採購的過程 也說這些也不是利息 也都是媒體報導過的事情 結果因為跟民進黨不同意見 民進黨就把人家打成中共圖路人 污蔑民間團體 竟然要這樣攻擊中校團體 這是非常惡質的操作 這是民眾絕對無法接受的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不管是跟民進黨不同的意見 或是阻擋到民進黨的意義 他們就直接發動 側翼發動洪軍 攻擊民間團 攻擊個人 其實這樣的操作 這樣的執政氛圍 其實會讓人民非常碰擊 也感到憤怒 周遇寇給你指定是中共自己人 那你部長你怎麼看 另外部長你會稱呼 政言法師至少人嗎 慈濟是一個大愛的團體 在世界都捐獻 貢獻都蠻多 慈濟人在每一次有災害 有傷害的時候 都第一個跳出來幫助社會 是一個對社會有激情貢獻的團體 那我當然也會稱正言為上人